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 我们节目点赞留言打赏 对我们四黄茶老将香酒 有兴趣的朋友 少少为了 了解一下 最近对有关龙湖山泉 中山山 还有一些对企业家 民营经济的一些植物 这个让我们想起的 一个历史的现象 这叫今天的历史需要补课 来谈谈一个命题 这是网络上一篇文章 传播不是太广 巨婴渴望强权 强权呼应巨婴 首先谈到了一点 就是有形之敌和无形之敌 这里面谈到90年前的1930年 有一个很著名的公案 这个公案叫做梁胡之争 争论的两个人 是两位著名的学者 一个叫梁树明 一个叫胡适 争论的主题 中国最大的敌人是谁 1930年的7月 梁树明自信胡适 自问胡适 大家公认中国的第一大仇敌 是国际资本 帝国主义 歧视着国内的封建军阀 您却认为不是 而是贫穷疾病 愚昧贪污 老乱 你说这有什么道理 梁树明提出个问题 也就是说90年前的中国 包括学术界都公认 中国最大的敌人是列强 但是胡适就认为不是 胡适是怎么回答梁树明呢 胡适说 什么都归结于帝国主义 张献忠洪秀全又归咎于谁 鸦片固由外国引进 为什么世界上长进的民族不蒙其害 而独独只有你中华民族 今天满天满地的树鸦片 在中国大陆 难道都是帝国主义强迫我们重的吗 帝国主义扣关门 为什么日本即此一月而起 成为世界强国 也就是谈到了洋务运动 明智微信的一个差异的结果 胡适已经越过了有形之敌 看到的是无形之敌 当然这个作者认为这是胡适 透过了现实看到了本质 鲁迅的弟弟周作人曾经惊叹 日本模仿中国文化 却能够唐朝不取太监 宋朝不取禅族 明朝不取八股 清朝不取鸦片 这个是日本的学习中国 有四样东西是宁可不取 这里面当然有一句俗话 能够打败你的永远是自己 一个国家也是这样 他最大的敌人不是他国 而是自身的问题 胡适是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上 第一次跳出现象看到了本质 解释国家最大的敌人是贫穷 愚昧贪污 阻碍中国强大了从来不是别人 而是中国自己 历史上是贫穷阻止多数人接受良好的教育 是无法使得人口优势转换为优质的人力的资源 在里面谈到日本 日本是全世界人均自然资源最少的国家之一 但他通过了对教育 特别是义务教育的大头鹿 成为全世界人力资源最充沛的大国 成为亚洲最大的诺贝尔奖的大户 而自己也就这样站在世界科技产业之巅 这个作者这个感慨 他是愚昧 让人上市的逻辑思考的能力 不能够正确的看待世界 从而人云亦云形成错的共识 不经思考造成集体的盲动 越是关键时刻 越不能做出正确的抉择 一步一步推动国家 误入歧途 你看最近的网络上一些现象 我觉得是可以做一些映照 第二点 特别强调爱国需要理性 防人莫如自强 一个国家最大的敌人是愚昧 正因为你愚昧 认为国家最大的敌人是他国 意思乎 我们的手机上常常看到 个别人一讲到国家 这个国家 哪个什么国家 哪一个国家 讲那个国家 也是打一片喊杀声 在这个别人的眼里 仿佛不是朋友变天下 而是仇敌遍地球 仿佛让所有人的恨才是成功 自己呢 搞得变成是孤家寡人 我们的朋友变天下 基本上不提了这个口号 2012年的9月15号 大家知道那时候反日思维 如日无知 热血爱国青年 蔡阳盗取了路边摩托车的U行所 打砸所谓的日系的车辆 猛击车主李建立头部 击穿头骨 致其重伤 落下终身重度的残疾 到现在还没有办法有生活的能力 而蔡阳坐了牢 出狱了 还在打零工度日 蔡阳没有接受高等教育 可能轻有可原 但是现在我们也在前两年 有一个中科院的博士 秩许爱国的大学教授赵某某 他建立在中国的四川盆地 和喜马拉雅山打一个生动 放入一千枚的核弹头 引爆地球 让人类和地球都走向毁灭的时候 这种建议 反人类的疯狂 确实让人后背花梁 胆颤心惊 你看这些人也是你自己培养出来 有博士的学位 动辄要毁天灭地 让人类走向毁灭 是同胞的生命如草盖 多大的愚昧 才让这些读过博士的人 是如比自信到 明明自己已经反人类 但还觉得他是在爱国 好了 最近越南的经济发展迅猛 疑似乎 有意有舆论认为要小心越南成为未来的心头大患 一百多年前明治维新之后 中国很多有识知识也都担心 日本会不会成为中国的心头大患 当然后来的事实 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也证明这个担心也不无理由 但是如果你在认真想一想 只要自己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 坚持解放思想 坚持改革开放 国家当然会自然而然的 越来越强大 用何来担心 这是个心头大患 哪一个又是心头大患 你自己都搞不定 当然就担心别人 二战结束 美国本来可以让敌国 德国和日本持续的衰退 衰落和贫穷 但美国反其道而行之 丝毫不担心当年的敌国 德国和日本的崛起 也不担心原来的日波洛帝国 英国的国力的恢复 美国不担心 一似乎在欧洲 美国推出了马歇尔计划 花巨资帮助欧洲的经济复兴 在亚洲帮助日本重建经济 当然日本是二战的战败国 但鬼使神差成为二战后的赢家 韩战越战 经济高速发展 国民生活迅速改善 甚至很多领域已经超过了美国 这个作者有自己的感慨 就像一个人一样 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能够打垮你的永远是自己 一个国家何尝不是如此 如果近现代的中国 没有晚清统治者争权夺利 没有军华混战 狭阳自重 一个统一强大的中国 哪里有可能让日本 有侵略中国的机会 也就是说 一个国家只要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不让既得利益集团阻碍 国家的发展和进步 又哈什么他国的崛起 崛起的他国 为什么一定是敌人而不是朋友 思考了问题 曾经古希腊历史学家 休斯底德提出过 著名的休斯底德的陷阱 就是一个新崛起的大国 必然要挑战现存的大国 而现存的大国 必然会回应这个威胁 这样战争就变得不可避免 但是要强调了另外一个观点 国家最大的敌人是什么 是愚昧和僵化 德国两次挑战英国 不惜发动两次世界大战 但都以战败告终 前苏联的挑战 美国的霸主地位 但最终也是解体而告终 只要我们头脑清楚 有的基本逻辑常识 我们都会知道 即使强敌环视 每一个失败国家最大的敌人 从来就不是别的国家 如果强敌环视就是国家失败的理由 当代以色列很早就在地图上 被阿拉伯斯街抹掉 但他今天还在 而且是中东一个强国 德国最大的敌人 不是别的国家 而是法西斯 而是希特勒 苏联最大的敌人 不是资本主义的帝国 而是他的愚昧和僵化 美国作为世界上 唯一的韬鸡大国 表面的强大 是他的经济总量和军事实力 但你必须看到 美国真正的强大 是自由和创新 不断引发新的技术革命 和产业革命 从计算机到互联网 每一次都引领了人类 走进了新的领域 以此乎我们还要强调一句话 国家最大的敌人 是国内阻碍国家发展 和进步的力量 愚昧 愚昧的人 总是把自己的失败归因别人 一次很容易 就用你死我活的对抗思维 来看待任何一个问题 用敌对破的招数 来对待他国 结果导致国家信任 却失 信誉却失 朋友会越来越少 敌人会越来越多 最终被排斥 主连世界之外 严重时候还会遭受群殴 这里面想到了 六国论 六国论有这么一段话 我乎灭六国者 六国也非秦也 足秦者秦也非天下也 错乎使六国各爱其人 则足以拒秦 使秦父爱六国之人 则第三世可知万世而为君 谁得而足灭也 秦人不暇自哀 而后人哀之 后人哀之而不见之 亦死后人而父 哀后人也 这是历史的前车之间 这是换处的一个角度 我们来看看最近 百年未有这大边 中国网络世界出现 就纷纷乱乱 当局的各种反应的迟钝 甚至可能在舆论岛上 有意鼓励往这方面去滥伤 这其实才是这个国家 最危险的地方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这个国家里的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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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里对于宝贝